這是我的第一杯 高舉乳酸菌飲品 大口狂冠 沒多久反胃作偶 下一棒接力再喝 這是我的第一杯 彰化這間三名 身穿制服的飲料店員工 吐在工作用水槽 一旁還放著茶葉篩網 引來大批網友大罰 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這樣子亂吐一些東西 然後造成污染 然後就是造成實在的問題 影片遭瘋傳後 就有網友揚言抵制 事後公司火速發出聲明 造成觀感不佳而道歉 有休息三天了 我們有做全部的清潔 然後員工也做一些訓練 也由於乳酸菌飲品 含有較多的糖分 加上大量攝取容易造成 身體不適 不是因為益生菌的成分 造成這個嘔吐 這樣的一個反應 而是因為短時間 攝取大量的液體 即使白開水 大量的喝都會容易 就是會吐出來 因為會過脹的一個關係 員工教育訓練的一個紀錄裡面 他缺乏了個人衛生行為的訓練 江花縣衛生局派員前往稽查 要求業者針對缺失改正 若借其依舊未改 將處以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罰還 透過抖音平台 竄起乳酸飲品挑戰風潮 現在哀哄噁心當有趣 跟風拍片可能傷了身體 三天新聞新聞 視訊位 張宏博報導